在美国,华裔移民人数越来越多 由于语言等问题,很多华裔家长无法参与学区教育 更无力辅导孩子们学习 针对这一问题,旧金山华裔人权促进会家长领导小组 连续七年举办家长培训班,使许多家庭受益 经过五周的培训,17位旧金山华裔家长完成课程学习,顺利毕业 他们感到收获很大 家长学会了怎样与孩子沟通,了解孩子的学习状况 能够更好地配合学校教育 如果家长不能参与的话,他们就不会知道学生的进展 还有不能够发表对学生的意见,对我们学校来说 就是一个很大的障碍 旧金山市议员马兆光曾担任教育委员 他认为家长培训班有助于完善城市教育体系 华促会家长领导小组的前身是房谷家长会 连续七年举办家长培训班 已有会员二百多人,推动了多项为家长提供翻译服务的立法 潘文玄表示,下一步他们会让更多家长参与进来 通过投票阻止加州政府缩减教育经费 新唐人记者一文含义旧金山报道